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IPTV手机构端万事达可以随时来观看我们的群星会节目 下面的首先让我们来有请我们的大魔术师李洋 大魔术师李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好 欢迎您好 你好 哇塞 好美的雪 来来来坐坐坐 是这样啊 这个李扬什么的老朋友 今天给我 怎么样 骗出来这个您还满意吗 这是受您的委托 是是 那我寻找一位 搭档 你看 要不说人家李扬这是优秀的魔术师 人变出来这女主持人 比我丽人搭档都漂亮 谢谢您了 您就是怕得罪你的搭档 虽然说都成了搭档了 还没问您尊姓高明了 我叫伊宁 大家可以叫我伊宁就好 伊宁 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伊宁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李扬 这个著名的青年魔术师 青年魔术师 而且是这个木派魔术第四代传人 既擅长魔术 还擅长我们中国的古彩戏法 对 伊宁我问你的感受吧 这个第一次当托感觉怎么样 对于女主持来说 当托是个终极梦想 没错 你看多少当托的女主持人 她都火了 对呀 我今天还挺过瘾的 我之前魔术对我来说 我感觉就是 你明明知道她是假的 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总是自我否定 去说她怎么就是假的呢 我今儿算是满足了我这好奇心了 真的 你有没有点忐忑 你没害怕她要变不出来 你怎么办 有一点啊 但是结果我出来的时候 看见你们的时候 我这心就落地了 真是的 行了 你别再说了 再说就全解密了 是吧 外国朋友 其实这个魔术是世界性的一个艺术 应该是不光我们中国有的 大家可以聊聊 这魔术在你们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 在韩国的话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找女朋友的一些那种东西 你们那个魔术的作用就是交女朋友 对 把女朋友搁箱子你就变家去了 对 就是特别会说话 然后他们的魔术都是那种为了女生的那种 这个其实有用的 女生对于会变魔术的男孩就会觉得 哇塞太棒了 我觉得也是 而且他们特别会说话的那种 那为什么会把女人聚成两半的 也吸引女人吗 嗯 我们问老师啊 你们有真据的释放吗 真据的释放吗 不回答了 真据一个你就不能做事 对 俄罗斯 我看的最危险的就是那个轮盘 轮盘 拿那个枪 然后放五个子弹 然后有六个孔 这个也算什么数 算什么 这是玩命啊 这是玩命 而且有不一样的就是玩法 拿骰子 然后弄六个杯子 然后其中一个杯子里弄刀 这样插着 啊 会拍到刀上 哦 刀上 其中一个杯子里面有一个刀 它看不见 那个 妮卡 你看这么多年你看着过魔术书那手拍到刀子呢 没有 没有 后面还是有 就等那天 我感觉他描述这个魔术是凭运期 一般人是不会表演的 这个是俄罗斯最经典的魔术 叫做轮盘魔术 对 英国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魔术师 叫做蒂纳摩 然后那个人从伦敦非常高的一个摩天大楼悬浮 就是上面悬浮 然后很多人在网上的吩咐的讨论 就是这个人是用了线还是他是怎么做的 谢谢大家 哪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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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 也包括这个人 从一个 在一个大巴的这个侧面 也悬浮过了 这个是他们英国的原创 这个就是浮在大巴车上面 然后大巴车会开 哇 国外的魔术 有三四百年历史 向美国算最早的了 这个美国魔术 我们都知道大卫科普菲尔 对吧 对他的魔术很喜欢 而且美国魔术应该说 发展的水平也很高 很快 小的时候会看一些简单的表演 就是玩扑克拍什么的 然后但是如果你要去看 这些很专业的表演 那你必须去 比如说拉斯维加斯 或者纽约 然后这样会有一些巨大的舞台 然后特别大的一个明星 就是David Copperfield 很多美国人都会去 这些城市去看 专门就是我们要去拉斯维加斯 就是为了去看这些 秀场 对 这票价大概得多少钱 可能一百美金左右吧 对一百美金 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了 就在拉斯维加斯 然后去看了大卫科普菲尔的秀 的确是牛 因为这个他的所有的道具 还有这个我们叫门子 就是机关 但是相当的发达 他们的讲究是声光电 他们的这个光啊声音啊配合的非常好 是专门建的成本不低 就专门有这个剧场 每天都是两场演出 他那剧场里面是不是也有机关呢 剧场里面没有机关 因为我看了以前法国的那个最早的一个魔术的剧场 他们是专门建的 然后有这样子的 那个魔术师他自己是做钟表的 他就发明了各种机械 然后在剧场里面就弄了各种机械 有那种门可以从舞台直接走到观众席的 有可以从那个舞台爬到那最上面的那个阳台什么的 我们这个叫地门子 对呀地门子 其实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顿术 但是像现在在中国来讲 没有人做魔术剧场 这个剧场只是为魔术师设 对对对 李昂你看刚刚我们的外国朋友们都谈了他们各自国家的魔术 对 那你能不能在他们谈的这些个国外魔术当中 你选一下 选一下 这样我来挑战一下 挑战哪个 挑战一下俄罗斯的转盘魔术试一试 你确定 确定 那个来我们摄像师给他这手来特写吧 一会儿没了补镜头 对 只是挑战 我从来没有表演过 是啊 我也只是坐于第一次 第一次 尼卡 他对你 我跟他过去了 李昂你不要太愿意了 你同时为他过去了 我要为我们这个青英会也过去了 不行 连你一人过去 你是不是需要我们这外国朋友配合一下 你咱看谁跟你过出去 我愿意 再见 有声 来咱们就 尼卡做的主意 继续探口俄罗斯的这个魔术吧 你来感受一下 不见得炸得着 对对对 来吧 来来来来 好 拜拜 再见 好 刚才我们说到俄罗斯转盘魔术 下面您看一看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空的转盘 对 最主要的道具在这里 它是真的吗 请你检查一下好不好 一定要检查仔细是不是真的钢钉 如果要是假的钢钉 我就没办法完成下面的魔术 来法国的朋友 那我咬一下吧 咬一下可以啊 真的钢钉 是吧 好 这个魔术啊 我曾经演过十次 嗯 希望今天是第十一次 嗯 能够成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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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远的 嗯 这样 把它 穿进去 我们把所有的纸袋 六个空的纸袋 我们把它轻轻地放到 我的转盘上面 来可以帮忙 哦 哦 好 OK 稍微的有一些间距 你拿着我的钢钉 我们两个转过去 你把它 你把它悄悄地放到一个袋子里面 可以啊 放进去以后 轻轻地转动我的罗盘 嗯 好不好 好 我不公平啊 他知道了在哪啊 放好了吗 放好了 来 轻轻地转动罗盘 好了吗 嗯 好 来我们转过来 呃 现在有可能啊 你知道 哪个袋子里面会有钢钉 我完全很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信 我不信啊 咱们这样 咱们这样 这样 来 你转过去 我们来转 来 你来转 轻轻地转动我罗盘 好 来 你可以转过来了 现在所有的袋子呢 它都是在上面 对不对 这样 呃 我先来 万事开头难 嗯 刚才我说过了 我希望我的第十一次能成功 来 用我的感应 感应一下 哪个袋子里面是没有钉子的 嗯 好吓人啊 好可怕 我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千万不要去模仿 嗯 电视机前的朋友不模仿 我想请法国的朋友模仿一下好不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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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任意的挑选一个袋子 你认为 没有钢钉的 嗯 那就我前面这个吧 这个吗 来 把手放上来 呃 你觉得它会有钢钉吗 谁知道呢 你 你感觉一下 会不会没有钢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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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时候 一定要 让我的手 不明白 真的吓我一大跳 这也没有 这个不是自己要拍吗 而不是你 对啊 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想拍吗 我不懂 你想拍 我们法国的朋友已经拍过了 你不拍吗 哎呦 你随便的挑选一个 哎呦 好吗 随便挑选一个 是他吧 他吗 我害怕 哎呦 不用怕 但是你不要拍我的手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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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拍 你自己拍吗 我害怕 你看你看这会儿 他拍完了 他觉得他开始笑 我先问一下 以前你在俄罗斯 有没有近距离接触过 俄罗斯转盘报数 没有 真的没有吗 这个是 真的是吧 第一次是吧 你不用这种表情 不要这 我看到你的演讲 稍微的有一些紧张 我不要紧张 放松心情 哈哈哈哈哈哈 嗯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哦 有的朋友认为 这个 还会有一些几率 没拍到 你看我们美女主持人 在这点头 对 要不然你上来拍一个了 呃 行啊 让我们这样这样好不好 我再挑一个人 一块 给我上去 好 这样 咱们韩国的朋友好吗 好 哈哈哈哈 韩国的朋友现在装机不见 走啦 哈哈哈哈 你不是要 新美女吗 我快点 哈哈哈哈 哇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我 现在上来是错误的 因为 这个概率就更大了 就是三岁啊 这样 咱们这样 咱们三个人 嗯 你们二位选一个袋子 好不好 我们俩选一个 选一个袋子 因为三个袋子 肯定是有一个袋子 是有钉子的 你们二位选一个袋子 我来选一个袋子 你们先选 我 我能 宽个人 真的 我从小时候比较 这种东西比较倒霉 真的 我都不怕 选哪一个 我觉得那边那个吧 这个吗 那就是我选这个吧 好 这个 这个是吧 对 来 咱们转过来 这个是吧 小心点 因为他摁你手 那个感觉真的很可怕 不会的 这个袋子 来 呃 男士 为什么 你为什么让女孩 来吧 你真同意 为什么 你怎么 你怎么 你不要 我俩一起 我这个人特别 这样 你们一起 你们一起 来 放在上面 我 放在上面 真的 这样吧 只要钢筋也不会 穿透我的手 我手开始出汗了 这样你们轻轻地往下拍 好不好 轻轻地拍 你们自己来拍 为什么轻轻地会 刚好 啊 啊 啊 你 我心灰真的 我手 没问题 哇 我 我们是运气好的 运气好的 下面就是 二选一 但是在我 拍钉子之前 请大家记住 我是大鼻子魔术师 李扬 可能有的朋友认为 有的朋友认为 魔术师比较手快 在转动 螺盘的时候 把钢筋 偷走了 换掉了 对不对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是不是 没关系 没关系 来来来来 看这里 看这里 这就是 俄罗斯转盘魔术 好 谢谢大家 来来来 来几位 快回来吧 快回来吧 来来 快回来 坐坐 我再看看啊 看看我们的手 没事 好扭 刚才还洗碗多了 刘子健 刘子健 想一会吧 大家还没缓过来 我就不喜欢这种游戏 真的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真的 他关键是 从一开始到最后 他又在制造一种气氛 就是 我刚刚练这个魔术 我也没练多少次 然后有几次很失败 我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手啊 我忽悔 我真的忽悔 我提到这个魔术了 我觉得 太可怕了 只要是他摁你的手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摁下去 然后我当时就不愧了 好像我听说 国外还有逃脱魔术 有 很多国家都会有 逃脱魔术 对吧 逃脱魔术有很多种 很多种 比如说用绳子把你捆上 有夹锁的 其实这个逃脱魔术 最早就是我们中国的 中国夹 中国夹 对 中国夹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 把脖子 手 靠住 有个闸刀下来 啪 闸下来 然后再闸刀下来 之前的时候要逃脱 把脖子跟手要逃出来的 天哪 对 还有一种国外叫素身术 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 就是素身衣 把素身衣 把手 绑住 手身上 腿都绑住 掉起来 腿冲上 脑袋冲下 倒在空中 然后逃脱 把这个衣服脱掉 这些都是大型的逃脱术 还有我们中国的 金木水火土 顿术 顿术 对 这些都有 比如说在火里面逃脱 在土里面棺材逃脱 在水里面水箱逃脱 这些都有的 行了 你别在这儿光说 对吧 这也能逃脱 那也能逃脱 你这一说 那也能逃脱了 你这一说 展示一个 咱们这样 外国绳子 看一看 外国绳子 绳子检查过了吧 你想让我绑你就绑你 先看一下 是不是在腿的下面 来 拽一下看看 是不是一根橙子 腿太宽了 好 没关系 拽一点 来 帮我一手 一手拽一个 来 帮我拽住 不要让我的腿张开好吗 来 绑上 用力 好 绑得越老越好 然后把他人合地 越老越好 好 好 绑紧了 再换一个劲 吃点劲 往劳一点 好 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绑好了 确定绑好了吗 好 来 李杨 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 手都死了 手都死了 就这么表演 逃脱吗 对呀 你怎么表演 都得盖上点 蒙上点 来 来 咱拿一块毯子 来 这给我 好 帮我蒙上点 我给你盖上 里面有刀吧 有刀 对呀 看一看 我给你盖上 帮我盖上点 这个都有过过安检 等个盖上 还是盖上 盖上手是不是 盖上手 好 盖好了 别动 这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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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弹子 别动 别动 拿着弹子 拿着弹子 那个手是 你手怎么出来了 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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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是不是还在 再盖上 再盖上 他有自己给记上了 你盖好 你把手盖好了 就没睡了 那还是我自己来吧 看一眼 看一眼 看这个节 是不是你记得 是啊 你看 简单展示一下 明白了 以后得他得用铐子 跟这个魔术 应该说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对 在咱们国家 魔术有多少年的历史 在我们国家 就书本上记载 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 三四千年的历史 对 但是在书本之前 还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传言 一些老先生的叙述 就是在唐代的时候 就是有鱼龙蔓延 鱼龙蔓延 对 是怎么表演呢 是这个演员 在这个园子里 或者在一个场景下 变金鱼 叫鱼龙蔓延 但是这个节目 让唐太宗看了以后 他取了个名字 叫鱼龙百戏 鱼龙百戏 在那个时候 没有魔术戏法之称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是说出来了 不是变 大家都不知道这叫变 这个只是鱼有了 鱼刚有了 什么都有了 咱叫什么 叫藏霞树 对 这是唐代宗给取了个名字 叫藏霞树 你看 刚才提到鱼龙蔓延 这是一个唐代的一个戏法 唐代的戏法 这现在只是传言当中 传言当中 对 你能不能把这个传言 给我们今天变成现实 要让我们来看看唐代这戏法 想看吗 想看吗 想看 好 那这样 我来当时的鱼龙蔓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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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找 这种吗 看一看 看一看 就在这放了 怎么样 中国的传统戏法 鱼龙蔓延 谢谢 你看 总魔术师了不得 你不挂你也太 刚刚和我们变的 这是唐朝的 唐朝的 一千多年前 我们中国就有这样的 古彩的戏法 我知道在欧洲中世纪末的时候 魔术师有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当时教堂的那些人非常反对 因为他们非常信巫师和超自然现象 然后他们都觉得做那些魔术表演的人 都是做的是黑魔法 然后会惩罚他们 不让他们表演 这个很辛苦 当时 这些巫婆 杀了很多巫婆 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魔术师是要受到迫害 他们不知道魔术师有这些技巧 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用黑魔法做出来这些东西 其实魔术在英国也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那个英国国网 亨利巴士的统治下 也有这种现象 然后这种巫师和魔法师 他们公众表演的这个惩罚是处此 也就是说李洋刚刚在这演的一套歌 你们那时候这就够枪毙了 那会儿不能枪毙 以前就是在哈利波特里面 他们是隐藏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们这普通人就接受不了这种超然现象 所以他们这些巫师就会去秘密的奥库二学校 然后这样 其实跟欧洲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他们以前那些会巫术的或者是会魔法的人 他们都会把自己藏起来 还有以前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叫把石头练成金的那种学术 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从这也看到我们这个唐朝刚说唐太宗还是挺开明的 他没把这些个鱼龙百戏这些变戏法的艺人给关起来 反正还给这起了名字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经常有人变的就是穿一个长衫一个大袍 大袍子变很多东西出来 这不是你经常穿大袍子 对但是我们那个大块就变不出东西来 对 只能我脱了从里边出来 这个戏法就是书本记载 在汉代就是歌五百戏 这个戏就是戏法 当时有皇上的时候 从大袍子里面变什么呢 变各种吃的 比如说蛋糕 瘦陶 这种就是皇上在过瘦的时候 来表演这一套 那个时候是只能表演给贵族或者是皇室来看 对不对 那是普通老百姓 你买这些吃的你都买了 对 对 对 其实这种大型的古典戏法 咱们中国人看来都知道它在身上戴着 对 但是这个难度就在于你说这些东西俩人搬不走 对 都搁在身上的 这你一定行吗 这个想看吗 想 还行 当然想 这个节目现在基本上已经濒临失传了 据我统计 全世界能在台上表演的可能不超过五六位嘉宾了 但是我是最年轻的一位 有一些老先生六七十岁了 可能还能表演 但是已经因为这个也是个体力活吧 也是个体力活 这个我们从小占装的时候要背二百多斤的东西 然后要抖装 所有的道具 一会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变出来所有的道具 全部是真材实料的 每一个都要照着十斤二十斤起 对 然后 没有假的东西 没假的 不光是真东西 还有带水的跟带火的 你这广播呀 不练这成了假把似的 你就是给我们来的这个 我来的这个 大型的古彩戏法 好嘞 好 表演之前 给您交代交代我的毯子 您看 打开给您看看 这块毯子呀 四尺长来 五尺宽 小小细法 往里钻 毯子面上 您看 没细法 毯子里 藏不住 里外给您交代清楚 怎么表演呢 往这尖上一搭 您看这细法啊 可说来又来 您呀千万可别露神 您看 嘿 这就来了吧 嘿 这就来了吧 怎么样 您看 里边还点着火 一个围单 两个围霜 大的小小 我再接着给您便 便 一样 看清楚了 这可不好便 嘿 这就来了吧 嘿 怎么样 这一个还不算 你拿着这个 拿好了 这儿还一个呢 嘿 便一个好便 便两个可不好便 接着给您便 这回呀 这回呀 咱肩上 不许搭 腰里 还不许围 咱把这毯子呀 轻轻的 我拖在台上边 您看 一会你拉这尖 这细法就来了吧 就便便来了 嘿 这就来了 李洋 就是我瞪你啊 那石老师说 你这蒙外国人 蒙中国人差的 你怎么知道 都在你那大袍里藏着 有本事你把那大袍 给我们脱了 你便一个 脱吧 这能脱吗 可以呀 我不知道 您在里面穿的什么 您里面穿衣服了吧 那自己脱 我脱了看 您看 您看 什么都没有 那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东西 后面也没有东西 检查检查 看这儿 有问题吗 没有 没问题 便吧 可以吗 可以 来 试试 来一个 弹吧 往尖一搭 这细法可说来就来了 就这么快 嘿 这就来了吧 嘿 看看 那么我们就借着这碗金鱼 祝大家年年有余 极庆有余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然后快坐 我们这厂工够累的 一会儿得搬一会儿了 得搬一会儿 你练这个得练多少时间 练这个呀 从九岁正式练 因为比较重嘛 也根据我们的骨骼 这个个子的高矮 这个年龄是不一样的 像我是从九岁 当时就是站庄表演 一定要稳 大家可能都知道 刚才所有的碗呀 灯呀 盆呀 鱼筒呀 这些东西 都是从身上往处变 它是分开的吗 在袍子里面 全部都是分开的呀 对呀 你说 我还以为它是放在地上的 然后你就跨在上面 那不可能 要是咱们这样演的话 通过我的袍子下面能看到的呀 而且呢 这个咱这录像 它是站那儿录的 你正式演出 不能我们给它抱台上去 对呀 它就自己走上去 他老想了一个高科技 弄个门子 对 他正式这个 在剧场也能演出 料地也能演出 你得自己走过去 走过去要表演的 走过去站到舞台中间来演 对 然后就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在身上了 对呀 它这个不是说站那儿演 这是能走的 对 这太可怕了 这太厉害了 神奇吧 这个不是走 带水来不能洒 要打 要稳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站桩表演 身上要带200斤左右的水 要在桩上面走 要稳 要扎马步走 这个是最吃功夫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除了他表演的这些道具以外 对于魔术师来说 最重要的道具应该 对不对 是一双手 我曾经听过 就是有一个魔术师 很有名的魔术师说 他每天晚上都会把自己的手 泡在醋里边 为什么要放醋里面 因为放到醋里面 它会醋 白醋的话 它会让皮肤变得非常的柔软 然后魔术师的手 一定要很灵魂 其实每个魔术师 有每个魔术师的做法 我会练一些技巧 特技技巧 就是把手指 把大拇指掰到腕子上来 这不能 掰的 就是像直接掰过来 这样不行 你看我可以演示一下 也别看 但是一样 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模仿 千万不要模仿 这个不是魔术 这是功夫 这是功夫 我们小时候练功的功夫 看一下 看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练功的 对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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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功夫已经退化了 我小的时候 十个手指都可以掰过来 我练功的时候都可以 对 行了 大伙别掰了 别掰了 你看 刚刚说这个魔术师要练手 对 练手 中国这辨细法 不论练手还得练嘴 对 中国这基本上是石口 过去我们讲叫金瓶采挂全瓶说话 做贼弯窟窿全瓶不辞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看他们这戏法 跟我们这相关专业 相关专业 我们是一个门也是 没错 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法的一个特色 对 魔术也好 我们中国的戏法也好 都得下功夫 对 都得练 都要练 这不下功夫 你是难得这个精神的艺术的 对对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